玻璃球一样的大眼睛,一头黑绒绒的毛发。 1月26日下午,中心社记者在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高纯水曼城分园看到, 这个名叫Lucky的何止园宝宝,满月了。 2020年12月27日,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收医团队为一只何止园进行了剖腹产手术,母子平安。 据原方工作人员介绍,何止园剖腹产手术的成功实施,尚属国内首例。 因为当时何止园的胎位不正且遇难产,紧急情况下,动物园的兽医为其做了手术。 一般何止园都是在秋天和初春然后进行这个分娩的。 在去年的12月27日上午的时候,我们那个饲养员就发现他有这个分娩的那个行为了。 有一个小手已经从他的产道出来,我们就预判嘛,可能会有这难产的风险。 我们就当机立断,要对他进行这个抛公术。 最终耗时70分钟,何止园宝宝出生了。 没过多久,我们就明显感觉到他的心率从30次每分钟,然后有所上升。 然后并且听到了他非常开心的这个尖叫声,所以我们心就落下来。 出生的时候,他的体重就已经达到了650克。 他的头尾在21厘米左右,然后他的单侧那个臂长都可以达到21厘米。 我们认为他是足月的,而且是非常健康的。 当再次看到这只何止园宝宝时,兽医成容十分高兴。 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,我感觉小宝的这个精神状况啊,是非常好的。 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的。 对于动物而言,术后护理的难度完全不压于手术,有时甚至决定整个手术最终是否成功。 野生动物在伤口愈合中会出现疼痛、臊痒,一旦被抓挠伤口导致感染,则不利于伤口愈合。 所以,护理人员时刻不能马虎,帮助何止园妈妈顺利度过伤口愈合期。 我会分担他的注意力,比如说他想挠的时候,然后我就叫他,然后给他一个吃的,或者安抚他一下,肯定也知道,就不要弄这个东西。 目前,Lucky的父母生活在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高城水曼城分园,此次也是该园核脂园的首次繁殖。 据悉,核脂园是体型最大的长臂园,成年身高最高达1米,双臂展开达180厘米。